西美市北溢公路一名骑士 在公路上压车过弯 疑似车辆故障 车子突然急煞 倒栽充翻滚一圈自摔到路旁 这时候对象刚好有一辆大货车经过 差点就压到了骑士相当惊险 侦娜表示这样的情况 很可能是刹车卡前 也提醒民众出门骑车的时候 一定要事先检查以免发生危险 左弯右弯 在北溢公路的几个弯道上成功压车 不过下一秒 整台车失控 连人带车以倒栽充的方式 翻了360度叠向路旁 更惊险的是 这时隔壁线的大卡车呼啸而过 还好没有撞上骑士 不过这惊悚一瞬间 却让人看了捏把冷汗 这么一摔 重击车头整个全毁 车内装配电线外漏 地上还留下摔车痕迹 路旁民众叫救护车 把骑士送往医院 还好只有擦错伤 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后续了解 自摔的机车骑士 没有酒驾 不过明明他在前几个弯道 都没有出事 怎么会在执行时自摔 专家说 这和刹车有关系 可能是刹车卡前 故障酿货 专家提醒上车享受标速快感之前 一定要先检查爱车 别让一时疏忽 让自己置身于危险 其实这回九死一生 摔车后刚好不在大卡车轮下 真的是从鬼门关前走一回 接着三文成林敏州新北市采访报道